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绿鹏 咱们这期节目说的这案子呀 发生在2008年9月份 让咱们国人无比自豪震撼全世界的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 大伙呢还沉浸在那种喜悦的氛围之中 咱们说的这案子发生在广东省兴室龙堂村 9月份一天早上 这龙堂村的吴先生啊 接着一电话是朋友打来的 说你快过来吧 你爸出事了 就在他开的小卖部里面 这吴先生接到电话之后 赶紧来到了小卖部 就看见自己的父亲呢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赶紧的把父亲扶起来 不停的在那喊着 爸 爸 怎么了 醒醒啊 是哪难受吗 可甭管怎么喊 这老爷子呢 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时候吴先生啊 把手指就靠近了父亲的鼻孔 这时候才发现 父亲呢 早就没有呼吸了 吴先生急的呀 赶紧给家人亲戚朋友打电话 告诉他们父亲去世的消息 没多久 大伙忽拉超的就都赶到这了 看完现场之后啊 亲友们都觉得老人的死是一个意外 因为老人家呀 已经六十多了 虽然年岁不大 但毕竟也不是年轻人了 并且这老吴呢 身体不是特别好 前几年还做过一次大手术 动完手术以后 身体状况就更不行了 当时呢 亲友们一看 这老吴头上有血 小脉部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多呀 很多东西都打翻在地了 大伙就在那琢磨着 这是不是老人家突然犯病 结果摔到地上 头也撞到地上 这才摔死了呀 大伙都是这么想的 所以吴先生也好 还是其他家人也好啊 就决定立刻给老人料理后事 让老人呢 早点入土为安 大伙给这老吴整理遗体的时候啊 这吴先生的叔叔 也就老吴的弟弟 发现不对劲了 他呢 把吴先生叫过来 我说 你爸这死不对劲啊 啊 要是你爸是自己摔倒的 为什么你看 这头皮上 有明显被棍子打过的痕迹呢 吴先生啊 之前没注意 听叔叔这么一说 仔细这么一看 也是大吃一惊 哎呦 难道说 我父亲 是被人害死的 这时候 也甭料理后事了 赶紧报警吧 警方接到报案 来到现场 法医 经过初步的尸检 确认 这老吴 并不是死于意外 而是被人用顿器 击打致死 这个小卖部啊 就是吴先生开的 老吴呢 六十多了 平时也没事 别的体力活也干不了 身体条件也不允许 反正就帮儿子看看店呗 这老吴呢 平时跟村里边的人呢 也没结过仇 没结过院的 那么到底是谁 残忍的 对一个六十多的老人 下毒手呢 警方啊 立刻展开调查 但是因为之前亲友们 不都准备给老人 料理后事了吗 大伙进进出出的 现场很多线索 痕迹物证 都被破坏了 更糟糕的是啊 大伙呢 已经把这超市 给重新收拾 打扫了一遍 地上的血迹呢 也拿水给冲走了 得亏啊 在冰柜一个 不起眼的位置 警方呢 发现了一枚血指纹 看上去 应该是凶手 不小心留下来的 吴先生呢 也清点了小卖部 那收银贵的现金 发现少了一百多块钱 看来啊 是被凶手拿走了 但是他们家开的是 那种小超市 小卖部 没有摄像头 案发的时候呢 也没有目击证人 所以除了这血指纹 还有那一百多块钱 丢了之外 警方没有其他的线索了 难道凶手作案动机 就是为了钱 不过为了一百来块钱 就杀人 怎么说 哎呀 怎么有点牵强 警方啊 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经过分析 大家认为 当时啊 应该是老人 一个人在小卖部呢 一位不速之客 来到了店里 用铁棍子 把老人打倒在地 目标 就是收银柜里的现金 但他也没想到里边就那么点钱 把这收银柜现金抢走之后 逃之夭夭 由于这小卖部就是村子里边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卖部 那么凶手很可能就是附近的人 于是警方啊 就采集了同村 还有邻村 四千多名 士陵人员的指纹 这对比工作 那是海量的呀 但即使工作量再大 你该查也得查呀 可比来比去 没有任何的收获 这案子呀 尽管每年都在侦查 但是始终没有眉目 一转眼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十年过去了 就到了2018年9月份 警方这一次呢 依然像往年一样 把那血脂文上传到数据库 来进行比对 这次还真比上了 那么这血脂文是谁的呢 这个人呢 叫吴文 出乎警方意料的是 吴文只有24岁 也就是说 十年前 如果那起案子是他做的 那他当时只有14岁 还是未成年呢 不过咱们之前也说过不少 未成年犯罪案件 对吧 年纪小 你不代表他不会犯罪呀 况且这个吴文 跟这老吴 是一个村子的 那么他就有着很大的嫌疑 于是警方决定 想控制住吴文 被抓捕的时候啊 这吴文很淡定 你们干什么呀 我要没犯法 抓我干什么呀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你们是警察 也不能乱抓人呢 他还挺横 看见这吴文这么冷静啊 感觉自己是很坦然的那个样子 警方当时都有点嘀咕 咱是不是抓错人了 但再一和解 这指纹对比 那错误的概率太低太低了 最终啊 把这吴文带回公安局 对他进行了讯问 又派出了心理学专家 耐心的跟这吴文沟通 最终吴文承认了当年的犯罪事实 吴文说呀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个跟他一起作案的 也是同村的啊 叫吴良 警方得到消息之后 很快把这吴良也抓捕归案了 那么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啊 十年之前 俩人都是十四岁 是初中生 同学 又是一个村的 经常约在一块玩 俩人呢 也不是什么好学生 就喜欢玩点什么网络游戏什么的 父母啊 忙于工作 得养家糊口啊 所以啊 也就没怎么管孩子 这俩人没人管的 这种状态下长起来的 您想吧 那胆子是要多大 有多大 甚至经常在村子里边 干点小偷小摸的勾当 没零花钱了 没钱上网了 那就偷去呗 案发那天晚上啊 俩人呢 是在家里边玩游戏呢 玩饿了之后 找不着吃的 这可怎么办呢 咱们出去找点东西去吧 出门以后 那吴梁就想起来 哎 对了 小文 那超市 不就那老吴一个人看着店吗 咱去他那要点东西吧 俩人就到了超市了 进去之后 别看身上没钱 嘿 跟大款似的 啤酒 饮料 零食 拿了一大堆 十四岁的孩子呀 上着学呢 没事就喝酒 把这些东西都放冰柜上 然后问老吴 能不能赦账啊 这老吴呢 拒绝这俩人了 因为他也知道 这俩孩子呀 嘿 不是什么好小孩 你给他们赦了账 放心吧 后边绝对没人顶这账 老吴平时啊 也不喜欢这俩 跟他们说话呢 也就挺不好听 没钱 就别买东西 可能是老吴这语气啊 重了一点 这俩小伙子啊 就感觉 哎 这老头看不起我们啊 跟这老吴呢 就吵起来了 冲动之下 吴梁 拿出来了 平时就随身带着的棍棒 一下子就打在了老人的头上 随后 俩人 把收音台那柜子一打开 看有一百多现金 都揣起来拿走了 几天之后 警方不是在村里采集指纹吗 因为他们俩年纪太小了 警方也没想到 上初中的孩子就杀人呢 所以就没有采集 俩人这才侥幸逃脱了 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啊 吴梁和吴文 也慢慢快把这事给忘了 警方刚找上门的时候 吴文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所以一脸淡定 那时候他真的是坦然啊 我就是没犯事啊 你们凭什么抓我呀 至此 这案件终于是真相大白 而让吴先生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当年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 竟然是同村的两个未成年呢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就给您讲到这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本期节目为您讲述 独山系列奸杀妇女案 事情啊 发生在1977年 这一年的6月8号 贵州省前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 独山县委 驻吐厂公社工作队报告说 该公社横桥大队下定延生产队 纳德甲山洞里边 发现两具无名尸骨 得到消息以后 州级县级公安局领导 立刻率领刑侦技术人员 赶赴现场 现场呢 位于乾贵铁路的深河车站东侧 下顶沿寨以北一公里处的山腰洞里边 洞口茅草丛生 洞身十五米 高不到一米 工作人员呢 匍匐着进到了洞内四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处连接领椎骨的人头骨 骨头上呢 附有少量的软组织 四五米的地方 又见到一个人的头骨 脊骨和分离的四大骨 骨质发黑 洞身七米处 又有一个洞 这个洞里边 有脱落腐烂的碎肉片 一堆长22公分的散乱头发 两根52公分长的发辫 以及两个花布乳罩 两只黑色的发夹 洞里啊 还有凌乱的动物的足迹 根据对现场的勘察 和对尸骨的检验 初步分析判断 肢洞里一流有发辫 发夹 乳罩 是隐尸的地方 尸骨散乱 洞内呢 有野兽足迹 说明尸体 曾经被野兽啃咬过 并且拖动过 死者应该是 20岁左右的女青年 死亡时间 一句差不多是 两个月左右 另一句差不多是 三个月左右 没有发现 锐气和钝气的伤痕 可能是被勒死 或者是掐死的 奸杀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呢 也不排除 屠材害命 或者报复杀人 死者衣服啊 都被扒光了 可能是销毁罪证 也可能是贪图一物 纳德甲山洞 地处荒泼僻野 洞口杂草遮掩 外人呢 大多都不知道 根据这个信息来推断的话呢 作案者对现场和现场周围情况 应该很熟悉 很可能是居住在附近村寨 或者曾经留住过此地的人员 经过了解啊 附近村寨 没有失踪者 受害的女青年 很可能是从外地 被引诱到这儿 奸杀之后 又把尸体 移入洞中的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连续杀害两人 罪犯十分的狡猾凶狠 凶手是谁 受害者家居何处 又是怎样 被骗到这荒山屁野来的呢 为了把这一切查清 侦察人员 走村串寨 深入群众 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 勘察现场之后啊 侦破组呢 立即采取了 双管齐下的措施 一方面以现场附近村寨为中心 公布案情 发动群众 广泛开展调查工作 一方面部署力量 在全县和附近县内 查找失踪的两名女青年 经过连续几天的奋战 找到了重要的线索 顶延寨社员孟志邦 陆超群 最近啊 买了女士的旧上衣 文继林买了一块 上海宝石花牌的手表 哎 这些衣服和手表 与受害人之间 有没有关系呢 顺着这条线索 继续追查 找到了 卖衣服和手表的人 是下顶延债 文继权 这个人哪 生活困难 没有钱买表 而卖的呢 又都是女士服装 女士手表 这个情况 非常可疑 据文继权的弟弟 文继昌反映 说文继权呢 曾经因为强奸妇女 于1971年被判刑劳改 1976年9月刑满释放 之后呢 经常外出 行动诡秘 最近呢 神情反常 为了防止他逃跑 和销毁罪证 经报请领导批准 决定对文继权 严加控制 同时 对他的住宅 进行搜查 结果搜出来了 来历不明的 各色女士衣裤 汗衫 和内衣裤 三十余件 以及 女青年照片一张 这些衣物 是不是受害者的呢 受害者又是谁呢 只有查明受害者的情况 这些衣物 才能成为 揭露罪犯的物证 侦查人员 以衣物和一张照片 为线索 顺着这条线索 继续寻找受害者 在贵定和都云公安局 的协助之下 侦破组了解到 独山县鸡长区 鸡长公社 3月4号失踪的 女青年杨寅珍 贵定县延山公社 4月9号 离家未归的 女青年陈辉秀 失踪时间 与侦破人员 估计的 纳德甲山洞 两具尸体死亡的 时间相符 经过亲属辨认 女青年的照片 就是杨寅珍 在查获的衣物之中 有一些 就是杨寅珍的衣物 经过尸检对比 一具尸体 与杨寅珍相符 另一具尸体的特征 与陈辉秀相吻合 后来又经过调查 杨寅珍和陈辉秀 失踪的那两天 文继全去向不明 有作案时间 在大量的物证之前 文继全不得不交代 杀害杨寅珍 陈辉秀的罪行 受害者杨寅珍 23岁 未婚 1977年4月 到都云卖花生 葵花子的时候 被文继全盯上了 文继全呢 以潘老乡为借口 进而呢 请杨寅珍吃饭 再通过金钱引诱等手段 骗取了杨寅珍的好感 当天晚上 带着杨寅珍一起搭乘火车 到了独山县深河车站 文继全呢 邀请杨寅珍去家里休息 把杨寅珍呢 就领到纳德甲山洞旁边 强行监污之后 又用杨寅珍的裤带 活活的 把杨寅珍就勒死了 随后扒光衣服 掳走财物 把尸体放到了山洞里面 另一名受害者 陈辉秀 19岁 未婚 1977年4月12号 外出到都云买米 被文继全用同样的手段 杀害了陈辉秀 纳德甲山洞两具尸骨案中的凶手 虽然已经查获 但是凶手文继全的案件 并没有结束 在调查过程之中啊 群众又陆续交出 曾经从文继全手里买过来的衣物 加上搜查出来的 一共一百来件 这些衣裤长短大小不一 看来不是一两个人穿的 对这些衣裤的来源 文继全 时而说是买的 时而又说是别人送的 支支吾吾 十分的可疑 究竟这些衣物 从何而来 是否有第三个 第四个女青年 惨遭文继全的毒害呢 是继续身挖 还是就此结案 经过一番讨论 大家统一了认识 认为不弄清衣物的来源 绝不能结案 为了保卫人民 打击敌人 虽然是困难重重 也要查个水落石出 下定决心之后啊 警方立即重新部署力量 拟定作战方案 一把罪犯文继全的历史 划分为劳改前 劳改期间和劳改后三个时期 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详细调查 第二查询临近的几个县 有没有失踪妇女弄清失踪者的详情 第三加强对文继全的审讯 把内审和外查结合起来 经过一个时期的深入调查 发现都云县陵云公社 灵山大队女青年张文秀 离家外出 至今未归 张文秀外出的时候啊 戴有黑色尼龙袋的宝石花牌手表 有人证实 张文秀于1977年4月27号 去都云县城卖香菌卖茶叶 又顺便到服装店去缝制的裤子 在此之后下落不明 侦察人员到服装店调查 店内的职工说 当年的4月30号 一个男人和一个背小孩的妇女 取走了张文秀缝制的裤子 侦察人员呢 就拿出查获的衣物和几张照片 请他辨认 店员呢 一眼就认出来了 取走裤子的那个男人 就是文继全 还有张文秀的亲属所说的 宝石花牌手表的特征 与文继全 卖给文继林的手表特征相符 从而认定是张文秀的遗物 调查张文秀的问题取得了成绩 另一个侦破小组的工作也有了进展 他们发现都云县大河公社 古研大队女社员李永菊 5月2号去都云赶场至今未归 当得知这一情况之后 侦察人员背着衣物 立刻赶到了李永菊所在的生产队 李永菊的亲属 从几十件物品之中 辨认出李永菊离家的时候 穿的七件衣裤 又查出文继全的出宫登记册 发现文继全在张文秀 李永菊失踪的时间段并未出宫 去向不明 就此侦破小组 开始审讯文继全 文继全呢 李屈雌雄 被迫交代了用杀害杨延珍 陈辉秀的手段 先后于4月27日5月2日 强奸并杀害了张文秀和李永菊 尸体呢 丢在狗爬岩潭中 按照文继全的口供 在狗爬岩一带 逐一的寻找 没有找到尸体 又顺着河流往下查 访问岸边的群众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踪迹 文继全 关于抛尸地点的口供 看来是假的 那么张文秀 李永菊的尸体 到底又丢在哪了呢 为什么文继全 不说出抛尸的真实地点呢 这其中必有奥秘 为了攻破此案 侦破组呢 根据文继全的心理特点 展开了攻心战 在强大的攻势之下 文继全这才交代 张文秀和李永菊的尸体 已经被他抛弃在了神仙洞内 神仙洞位于深河车站 北面五华里处的深河坡上 距离文继全的住处啊 也是五里地 洞里面呢 分上下两层 进入洞内三十米的地方 乘九十度角垂直下降 形状呢 很像水井 这就是洞的下层 洞底到上层地面 差不多七十来米 洞里的空气稀薄 阴森潮湿 寒气袭人 关于神仙洞 群众里也流传着 种种的神异传说 这就更显得神秘莫测了 勘察神仙洞的时候啊 正下着倾盆大雨 洞外面雷点交加 洞里的风花石片 哗哗的往下掉 洞底的洪水呢 也在往上冒 侦察人员不顾艰险 腰里系着绳子 垂掉下到七十来米深的洞底 凭借手电筒的微光 弯着腰一处一处的探寻摸索 在洞底一个分支洞口 发现了两具重叠在一起的 高度腐烂的尸体 第二天 侦察人员带着发电机 和吊台尸骨的工具 二下神仙洞 由于分支洞口比较低矮 刑侦技术人员呢 只能弯腰作业 嘴呀鼻子呀 都几乎是碰着腐烂的尸体 他们顾不上尸体发出的腥臭味 和逼人的寒气 认真完成了拍照 和对尸体表面的检验 然后把尸体抬到了洞的上层 可是当两具尸体移开之后 在碎石泥沙之中 又发现了分离散乱的人骨 为了进一步进行勘查 侦察人员又毅然三下神仙洞 由于洞底洪水冲击的泥沙 洞壁剥落的风化石 都把尸骨掩埋住了 侦察人员呢 不得不在洞底细查细找 一堆堆泥沙都经过细心的筛律 一个细小的发夹 几柳纤细的头发 都没逃过他们的眼睛 翻跑了三立方米的乱石泥沙 终于找到了头颅骨三个 大小骨头四百四十多块 以及头发铜戒指发夹等物品 至此 侦察人员在神仙洞内找到完整尸骨两具 零散尸骨四百多块 根据两具完整尸体的腐烂程度来分析 死亡时间与张文秀 李永菊失踪时间一致 尸体特征呢 和张文秀李永菊生前的特征也相吻合 认定就是张文秀和李永菊的尸体 四百多块零散的尸骨经过前男安顺两地 周法医反复的对比 归类整理复原 认定一共是三具尸骨 分别编为一号二号三号 从洞内没有发现任何衣服碎片来判断 三具尸骨都是裸体丢入洞里的 这和文继泉奸杀妇女的作案特点相同 但是这三具尸骨究竟是谁的 是不是文继泉所杀害的 这是摆在侦察人员面前的又一个新问题 为了迅速弄清三具尸骨究竟是谁 重新调整了人员 拟定措施 第一 蹲点顶岩寨四处寻访 搜集物证 查明死者是谁 第二 配合调查 加强审讯 为寻找死者下落提供线索 弄清三名死者 是不是被文继泉害的 第三 印发查找无名尸骨的通报 第四 请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对三具尸骨复合鉴定 经过审讯 文继泉交代 神仙洞里的三具尸体 其中一个人是利伯仁 22岁 因为对父母包办婚姻不满 一离家出走了 1971年2月被文继泉杀害 一个人呢 是麻将丹寨一带的人 1971年6月被害 另一个呢 是广西御林人 19岁 自称父母双亡 因为受不了叔父的虐待 到都云铁路大修队 找同乡去了 同年7月份被害的 根据罪犯的口供 以利波 马江 丹塞等县 和广西御林县为重点 查找受害者 随后呢 又把调查范围 扩大到都云 都山 贵定 福泉 汇水等地和广西的南宁市 侦察人员背着查货收集的衣物 心怀对受害者强烈的感情 跋山涉水 四处寻访 每到一个地方啊 依靠当地党委和公安机关 就开始召开会议 介绍案情 发动群众 提供线索 调查之中 把了解到的失踪青年妇女 按他们的失踪时间 携带物品 相貌特征 步态特点 与文继权的口供 文继权妻子杨忠秀的交代 还有群众反映的情况 以及查获收集到的 衣库物证逐一比对 反复印证 三个多月的时间 侦察人员五下力波 六道三都三去广西 召开大小会议五百多次 参加人员一共四十多万人次 在调查的重点地区 做到了骨干熟悉案情 群众家喻户晓 调查之中啊 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 发现三都县 三栋公社 红星大队失踪女青年李明秋 和一号尸体的特征相符 就是李明秋的尸骨 接着 侦破组又抓住二号尸骨上 上河第一二全尺 相有银铜牙的特征 和一枚会有花草图案的铜戒指 来针对这两条线索进行调查 当侦察员了解到都云等四县的农村妇女 喜欢戴铜戒指 喜欢香银铜牙的时候 就把这几个县列为了重点调查地区 群众们围绕查找对象的情况 提供了一千多条线索 经过逐条查证 发现麻江县 毕驾公社狼牙大队失踪女青年金永莲 她就在同样的位置 香了银鸭 失踪的时候呢 也带有铜戒指 与二号尸骨的特征吻合 在调查过程之中 还查明了都云县大河公社青年妇女陈建莲 也被罪犯文继权强奸之后杀害 后来抛尸于纳德甲山洞之外 根据文继权的交代 也已经找到尸骨 至此一共找到尸体八具 查明受害者七人 三号尸骨到底是谁 还有待进一步的继续调查 三号尸骨到底是谁还没弄清楚呢 又发现了另一名女青年陆宽兰 于1971年7月失踪 她离家的时候啊 带有糯米饭 布鞋底 麻线鞋垫等物品 这和文继权的妻子杨忠秀交代的 文继权在同样时间段内带回家的东西是相同的 随后呢 又从都云大桥徐某某那 获取了文继权出卖的 陆宽兰离家时穿的衣服和鞋带的鞋垫 在证据面前 文继权交代了强奸杀害陆宽兰 抛尸胡家山下洞的罪行 根据文继权的交代 以胡家山下洞为目标 进行查找 可没有发现事故 有增排力量 扩大查询范围 寻找了四天 一共查了二十九个山洞 还是没有发现尸体 是不是文继权胡扯乱供 有意制造障碍呢 还是搜寻之中有所疏漏呢 经过认真分析讨论 认为胡家山下洞 支洞很多地形复杂 丢失胡家山下洞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决定再次勘查胡家山下洞 在县公安局长的率领之下 侦破人员钻洞探穴 挖土刨沙 每一处可疑的地方 每一个隐蔽的洞穴 都细插细找 当搜寻到一个支洞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一百五十平面积的水潭 水深十五米 把水抽干以后露出淤泥 干警和民兵不顾恶臭刺鼻 寒气扎鼓 毅然跳进了其腰身的淤泥里 仔细地摸索 经过一天的摸索 终于在淤泥里 找到了陆宽兰的尸骨 包括长骨小骨 一共五十五块 在文继泉 供认杀害陆宽兰时 预审人员趁胜追击 迫使文继泉供认了1961年秋 杀害一名三都女青年的罪行 按照文继泉的口供 在胡家山下洞的碎石底下 找到了一具完整的尸骨 经过鉴定 也是一名女尸 24岁左右的年纪 死亡时间15年左右 与文继泉的口供相符 罪犯文继泉 从1961年秋 至1977年5月 先后强奸杀害青年妇女十人 他是怎样把这些青年妇女 从独山都云县城 诱骗至荒山辟野呢 咱们呢 先来看文继泉物色的诱骗对象 第一个单个的青年妇女 第二单纯幼稚 缺乏社会经验 第三被诱骗的对象 都有所急或者有所需 文继泉经过反复观察 确信这名青年妇女 就是他心中要物色的目标 就上前施展他的诱骗手段 先是假装殷勤 假作关心 给点小恩小惠 博得好感 然后自我吹嘘 攀亲戚 攀乡亲 花言巧语骗取信任 再之后呢 以排解疾难 投其所需 进行诱骗 都云县陵云公社 张文秀被骗杀 这就是一个例子 张文秀呢 在都云大桥头 卖香菌茶叶 被文继泉盯上了 经过一番观察之后啊 文继泉满面笑容的上去搭话 左一声小妹 右一声妹子 哎呦这茶叶真嫩 哎呦这香菌真好 当文继泉得知 张文秀在服装店缝制的裤子还没取到呢 就满口答应下来 甭管了 我去帮你取去 时而呢 请张文秀吃碗米粉 时而呢 又说要找便车 送张文秀回家 取得张文秀的好感之后 进而邀请张文秀到独山玩 去飞机场看飞机 张文秀啊 也就答应下来了 晚上一起乘坐着 从都云到独山的火车 车到深河车站 俩人下车了 走到神仙洞 露出凶向强行监污 然后杀害了张文秀 张文秀死死抓住 文继泉的双手 满面的泪痕啊 苦苦的哀求他呀 可文继泉说了 放了你就没有我了 你必须死 张文秀就这样 被文继泉活活的勒死了 再比如 贵定县的陈辉秀 因为家里人口多 粮食不够吃 到都云买米 文继泉呢 就跟他说 我帮你买米吧 就把陈辉秀 骗到了纳德甲山洞 减杀 陈建联 金永莲 李永菊 都因为夫妻不和 想着另嫁他人 文继泉呢 则假意关心同情 进而以帮忙为借口 骗到山洞 先奸后杀 而据文继泉的妻子交代 陈建联闹离婚 被文继泉呢 骗到了纳德甲山洞之后 劝他躲几天 后来趁送饭的时候 强行与陈建联发生了性关系 不久之后的一天呢 文继泉拿回了一大包衣服 就再也没有去送过饭了 至此 独山县公安局 经过十一个月深入的调查研究 破获了这起强奸杀害 十名青年妇女的重大案件 找到十具事故 并且查明了其中 八名受害者的情况 依法惩办了罪犯文继泉 为民除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